大腿部 我以為在一樓上台 我以為在一樓上台 好 我們現在講的 空氣 太陽直射 溫度變高 再加上這是海 水温氣上升 你這次這邊的濕度也上升 濕度是甚麼水 位 位 位 這個叫R 相對濕度上升 這邊應該變低氣壓 最近新聞一直在講說 我們台灣因為太平洋高壓 濃潮的關係 所以持續的炎熱 太平洋高壓 你想看台灣在這裡 這是太平洋 這邊不都是海嗎 而且現在夏天 陽光直射北半球 這邊不是符合這個條件 溫度變高 濕度變高 不是因為低氣壓嗎 為什麼叫太平洋高壓 而且太平洋高壓是這樣過的 我們知道高壓是甚麼意思 高壓壓壓力大 有沒有水氣 水氣很少 水氣很少 從太平洋過來 所以為什麼天氣這麼好 太陽這麼大 沒有雨 天空萬里 因為沒有水氣 太平洋高壓直接過來 湧到台灣 所以台灣整個上空是 天氣非常大 陽光非常大 飛機非常熱 飛機不容易撞山 為什麼會有太平洋高壓 為什麼會有太平洋高壓 事實上這跟行星封帶有關 有課本上沒有寫 這是高中的範圍 但是我簡單才來講 要幫你誤解 我幫你誤解 因為 因為我們在國中這個階段 沒講行星封帶 但是簡單來講 現在你稍微提一下 我提的話 你們可能會想說 那跟這邊是 就誤會了 我們剛剛講的氣團 氣團想說 你看基本上這個地方 經常性的氣候穩定 濕氣穩定 它就變成一個 穩定的一個氣候結構 就叫做氣團 氣團所謂的高壓 氣團基本上是裡面的東西 壓力會很接近 所以這叫氣團 壓力啊 溫度啊 濕度會很接近 這是一個氣團 所以氣團過來才有封面 所以這樣高壓 假設是高壓氣團過來 這邊是冷功 或是暖功 看這些溫度合理 好了 那 那我們來看一清楚 假設呢 陽光直射 這個地方赤道 赤道工藝是不是會變暖和 會上陣 赤道工藝是不是會上陣 是不是會上陣 是不是會上陣 赤道溫度會溫度會溫度 我的空氣會上陣 因為它太陽直射嘛 不是會上陣 上陣 上陣後去哪裡 我可以走啊 上陣之後 一定會下來嘛 對不對 好你看喔 下來的地方呢 剛好在北側而已 大概在二三度到四十度之間 下來 從高空上 高空上的空氣下來 濕度高不高 高空上的空氣 濕度並不高 因為它是從 因為它上升的時候 雨雲就下光了嘛 對 對不對 所以下來的空氣是乾燥的空氣 它如果下陣的地方 剛好在太陽上方下來 這個地方一直擦太陽 我的濕度又非常低 就是形成的就是太陽高壓 而且這高壓是暖高壓 對 這個空氣啊 從吃到那邊上升之後 太低過往兩邊跑 空氣不可以一直往天空跑 都不下來 但因為下了嘛 所以它從 北一點的地方下的時候呢 下來的地方 這個空氣乾燥了 而且越下來越熱 越下來越熱 溫度很高 可是溫度很高 而且它很乾燥 所以它還是高壓 它還是高壓 這時候就形成 叫做太明洋高壓 因為它一直曬太陽 它溫度非常高 它變成高壓氣管 它變成一個高壓氣管 所以太明洋高壓這樣形成 這跟行星風態有關係 行星 整個星球被淡紫色 那角度它會有一個地方 溫度會上升的時候 風氣往上飛 再下來 同樣的 這邊下來會不會再出去 一樣喔 它會再往兩邊跑 所以這邊再上去 所以它是一個循環喔 它是在循環喔 它是這邊 所以到這邊又上去了 又下了 所以在這邊相對兩邊 又有點像V7壓 那上去呢 會不會再下來 這邊上去 也會再同步下來 所以這邊也是有點高壓 它會這樣 會這樣 會這樣很緊張 這是行星風態 所以我們現在的太明洋高壓 但是來這邊喔 所以說今年的每一季節 可能是過去 因為每一季節非常短 大概有下一個月 多的雨 就會回過 所以接下來就會其實 天氣應該都來做 還不錯 這點說什麼 還不錯 現在水應該還好 現在各個水庫的水 應該大部分都起來 那接下來會有另外一個 可能性一案 太陽 從直射次到 開始往北走對不對 也就是這個風帶也往北走 往北走 等到它走到 快到這個 我們所謂的秋天之前 看到太明洋裡面直射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整個 上升的氣流會移到北邊啦 上升氣流是什麼 是地氣啊 就台風 就台風 所以接下來我們台風季節快到了 好 就在7月份左右 好了 一夜 一夜 就是台風季 台風季節快到了 一夜 好 我們翻到那個 呃 我們接下來講 第三章基本上就講完了 第三章基本上就講完了 你們要看一下如果 好 再看一下那個 座椅協系的問題 我們可以再問喔 我本來以為下禮拜還有課 結果下禮拜沒有課 下禮拜是專武節演講 OK 所以下禮拜沒有課 所以下禮拜沒有課 那在下一次上課 就要做期末考 好 那第十九週 最後一週 那個禮拜五啊 我們上課的時候 7月3號上課的時候 有可能是 我們會口試會留在那一天 或者是我們下禮拜 底十晚之後 直接做口試 今天直接來 蛤 今天直接來 沒有啦 我們還有一張上網 我們今天把這張上網 這張其實蠻 有點像是在回應前面幾張所上的內容 做一個複習而已 這叫做有趣發展 像目前看起來地球 是要一個蠻脆弱的環境 其實 我們的地殼有多厚 地殼相對於整個 我們的地殼 相對於整個地球深度 大概有多少 上之一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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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上之一 更少 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更少啊 你們在幹嘛 十分之一 沒有啦 幾百分之一吧 你問的是海洋 不管海洋後陸地 地殼 地殼的厚度 地殼的厚度 地殼的厚度大概多少 如果這裡陸地的話 大概幾公里 三十公里 幾公里 蛤 四十 三十四十之間 那地球的深度呢 幾百分之一 什麼牌 只有幾百 什麼牌 地殼 只有幾百 地殼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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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再上測吧 再上測 總共會五千 蛤 總共會五千 總共會五千 得到了 六千三百七十 大概六千四百 地殼深度是六千四百 地殼差不多是 對啊 所以我剛剛是一百 地殼深度是一百 沒有 地殼差不多是七十 啊 比起來差不多是一百分之一 七十 對啊 一百分之一 我沒有說你錯啊 我只對他們說 地殼厚度有一點 地殼厚度大概是七十 的話 地殼的深度 地殼的深度 六千四百公里 所以地殼只有相當總共的一塊 多少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深度 也就大概七十多米 所以一共對你們講 還是很深 還是非常厚 那會有一個事情嗎 二十 上面的大氣層 大概有多厚 大氣層有多厚 五公里 會影響地殼表面的氣候是五十公里 就平流程度 一份 五十公里 也就是這個空氣會影響地殼五十公里 你看五十公里相對於整個地殼深度 也是大概幾乎多一點點 一百二十公里 所以曾經有人說 在地球表面 我們的地球上的海 海洋深度 相當你拿一個籃球 我們上來拖一層水 那些水那層磨的厚度 就相當我們那樣 目前講一下地球的海 所以今天阿嬤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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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假設一個稍微大一點點鎚鵝鵝打進來 這地殼一定是破的 這地殼一定破的 地殼很薄 比雞蛋 相對於雞蛋來講 雞蛋的蛋殼 對整個雞蛋的熱度來比較的話 比我們地殼還厚 那假如這樣的話 有一次隕石打了 然后整个地球就会弄 对 同一个隕石 一个很大 所以为什么呢 一个隕石 他在墨西哥外的隕石 曾经在 那个隕石也没有很大 到底有多大 要再查一下 但是也没有很大 打下来就造成墨西哥外那么大 那个隕石就造成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灭血 地球上的所有恐龙都死光了 对 恐龙为什么死光了呢 恐龙为什么死光了 讲过了 因为恐龙没有东西吃嘛 恐龙为什么没有东西吃 它可能一开始局部很热 它其实主要是因为打在这个灰尘 仰上来之后把什么太阳遮住了 所以事实上一刹那 打下来那一刹那会很热 所以地壳破裂 整个炎降出来 那局部会很热 可是你整个灰尘仰到天空去之后 天空的灰尘把云遮住了 地球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太阳 把阳光遮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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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有两年没有太阳 没有太阳就是一个冰河时期 就地球变得很冷 那炎降会就直接立即困难 不会立即困难 它也不是直接困难 但是这个事情 我说 撞到那一瞬间 这一个区域冷局部很热 可是这边的灰尘阳上来之后 把阳光遮住了 整个太阳的阳光都照不到地球 表面会更冷 会更冷 这边后来会变得更冷却 这个阳光被遮住两年 所有之物都会死光了吧 我看小时候以为它们的役石直接会放在役石打 所以就这样好 所以很多人都是阳光遮住 OK 所以也是有可能 小时候有没有想到吗 为什么役石下的陛 那个恐龙会生蜜的吊 事实上在我小时候 这件事情还没有被很清楚的证实 只是说恐龙有灭血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完全热 所以整个地球的气候啊 状况就非常缺弱了 所以我们先本来看一下 假設我們要繼續在地球長期的生活 我們必須要理 地球的永續應該怎麼去注意 或者我們要怎麼小心 最後有幾個現象是我們要知道的 譬如說我們先看一下那個叫做 永續近的部分像地震 地震是我們以台灣一個很大的災害 921地震 有經歷過吧 我們應該有那一個 921地震你剛出生了 怎麼會你跟陳玉比起來 你比陳玉小 對對對 也不對啊 你不會在地震 88 88 921地震 我回台灣陳玉已經快兩歲了 快一歲快滿了 921 你926生啊 你快滿多歲了 921 我那一年回台灣啦 我在國外讀書 不然回台灣 我9月多回台灣 921地震啊 我還要學一百人地震 我換一個字而已啊 我那天地震不要很清楚 我那時候剛買台新電腦 那時候換了 然後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用電腦再寫資料 然後就不安心 整個很距離地搖動 我往四區一看 你看它跟電影一樣 那燈就開始滅掉 我們在那邊跑去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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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後來有講啊 沒有啊 我的印象耶 我的畫面耶 是嗎 我在車裡啊 在弄公園的車子裡啊 沒有啦 可能是我們常講的 你有想像 應該不會記得 那時候你才一歲啊 那時候你才一歲 陳玉媽沒出來啊 我記得 我們沒有來新右上啊 還沒有朋友 有啦 陳玉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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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他來懷孕 還不是我記得啊 你才六個月大啊 啊也是啦 對 那你才六個月大啊 陳玉兒 金鐘會比較開都很大 可是 這不是這六個月才這一個嗎 現在很廣播啊 沒有廣播啊 我自己決定啊 因為多人是不是 第一次不想去据捋啊 我只知道去哪裡啊 那個很多人 那你買 我們去之後就開始慢慢地做 滿熱的時候會送一些品 滿熱的來瑜伽看看之下 好 所以地震的行程原因是什麼 我們剛剛討論過地震行程原因是反快移動 反快直接卡一卡去 既然就不地震了 還有呢 雲石打到地球也有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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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還要哪有這麼誇張 當然有大小啦 你講的小小的石頭打到那不會怎麼樣嗎 我上次不是講過了嗎 我們在開會 我們隔了大概一百公尺 兩百公尺外 有一個模式 那個模式一盾 他們用天車掉下去 準備上到機器裡面去的時候 再上去的時候 上面的鋼板斷就高地震 我們那時候在開會就覺得有地震 而且那地震很特別 是這樣咬一下就結束了 那我們就擺師不得及解 看新聞有沒有地震 中午看新聞有沒有地震 為什麼中午我們早上咬了一虎很大力 結果到效率來說 那個工廠的模式壞掉了 就是那一頓重的模式從那個 上面這麼高的雕銷地上去 這樣嗎 沒有銷到地上 地上有一點裂痕 但是那個模式摔壞了 就這樣重一下 我們就覺得地震了 那一百公尺外 我們在開會就覺得有地震了 所以你的隕石就算這麼小 如果它速度這樣快 你還是在附近來就覺得有震動 對啊 還有什麼情況 中的地震 這裡走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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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你 誰 那個 之前說什麼 火山爆發 火山爆發有地震 火山爆發有地震 還有咧 還有什麼 地震的翻身 以前呢 因為對地震的形成原因是大 可是地震呢 你看有種地震喔 會有地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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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沒聽過啦 聽老人家說 他們以前有聽過 他避震之前 這個東西有可能啦 為什麼現在聽不見 我覺得有可能 是因為現在的噪音太多了 以前鄉下人家鼓時候 沒有那麼多噪音啊 所以他當非常寧靜的時候 地震要出現的時候 他可能有聽到一個聲音 這是有可能的 那這聲音是什麼來的 還不知道 有可能說 比較遠的地方生地震 然後就生物的地震動 有可能 誰會講也是有可能 就是因為 地震是屬於一種 比較低頻的震動 當比較遠地震的時候 開始震動 那可能產生一些共鳴 所以空氣啦 樹啦 一些地方開始跟著震動 有可能產生共鳴的聲音 就會變成共鳴的聲音 有可能 所以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聲音怎麼來的 就是猜說 地底下有隻牛在翻身 所以叫做平整 OK 但是 就跟現在還是有人猜說 我們事實上地底下有個地下王國 很多人研究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覺得有可能 那也不是不可能喔 所以這還是 誰知道呢 有一部 有一部小說叫做 欸 他有小說嗎 群 群 對對對 陳一畢 群喔 群 加一點 先加一點 這跟課題沒有關係 他總好心裡沒想講的東西 群 群這部小說 他講到 在北極 在北極圈裡面 很多國家 他們的大陸口 像我們這個 土地啊 這叫做大陸嘛 大陸就是地殼 可是土地的形成 一定要在上面慢慢的累積起來 對不對 在北極地方上面會先有一個 他們可能 在海陸裡面已經形成一個叫做 甲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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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腕兵形成之後呢 後來的土 沙土就覆蓋在上面 累積好幾千萬年 好幾億年 累積成就是一塊石頭 就變成我們的陸地 有可能嘛 陸地就形成了 陸地形成之後呢 甲腕兵並沒有消失啊 好了 群的意思 他這個故事裡面講說 我們的生命的發展 從單細胞生物 發展成很多細胞生物 甲腕兵從海裡面走到陸地上來 發展成各種孤獨類動物 鳥類發展成像恐龍 或群發展到像人類這種智慧的生物 那同樣的形形會不會發生在海裡面 有沒有可能發生在海裡面 有沒有可能在海裡發展出一種有智慧的生物 海豚 還不夠有智慧 智慧道有智慧道說 他懂得愛恨情仇 他懂得去攻擊別人 懂得使用工具 海豚可能有這種不知道 他會制造海豚 然後你叫做 有話啦 所以我們不夠聰明 有可能 有可能我們不夠聰明 去調整他 海豚有沒有愛恨情仇 但海豚會使用工具嗎 他沒什麼 使用工具的方法很多 就是不包含這些東西 是使用環境的別的東西幫助你 譬如我今天想要打獵 我可以在地上挖個坑 上來弄一些東西 然後那個動物跑也都掉進去 不是利用工具嗎 海豚也是 海豚會用工具 我現在有一種東西 能量超級高 然後呢 你想今天這海 啪 然後它周圍都沒有碰到水 就是它能量太高 為什麼能量太高 就不要碰到水 對啊 所以 瞬間那一堆水就蒸發的意思嗎 對對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不太容易吧 可以 你身嗎 它水應該不會是水 你知道嗎 它身嗎是不是太快了 嗯 或許有可能 那我不知道 好 好 我把徐德徐講 徐德它就是這種 培底的一種單細胞生物 它單細胞生物 它這個是小朋友在學 單細胞生物它發展成一種 具有多細胞生物的特性 因為你看我們人的身體 其實我們這多細胞生物嘛 和我們人是不是有各種細胞取成的 嗯 可是各種細胞實在 也就是你的細胞 一種細胞而已啊 有多種細胞嗎 嗯 你看每個細胞裡面 我們的 頭皮的細胞 我腳皮的細胞 甚至所有心臟的細胞 我肝臟的細胞 拿出來 對比它的DNAV不一樣 不一樣喔 你是什麼妖怪 你的腳皮的DNA 跟你的心臟的DNAV不一樣 嗯 為什麼 當然是一樣的嘛 所以事實上 我們全身的細胞 都是同一種細胞 同一種細胞 它只是在做一種分化 那徐德作者想像 就是海鷹的另一種細胞 它慢慢的發展成質素 它實際上 這細胞的複製過程當中 它把一些記憶存在它的DNA裡面 可是本身 它就有記憶 它平常可以散成乾淨胞生物 它必要都可以集結起來 變多一塊生物 這個生物呢 後來發現 人類一直破壞海洋 一直污染海洋 被污染的 它受不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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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決定反擊 反擊人類 所以它就 所以它就 DNA 決定反擊人類 它不用DNA 反擊人類 它就是直接攻擊人類 它真的有辦法 把甲軟冰給融化 甲軟冰融化之後呢 這個大陸城 就沒有支撐了 就直接掉下來 就直接斷裂掉下來 掉下來 掉下來有幾年 大海峽 這大海峽 就是從 破壞海 開始往四面八方漫潛 那是攻擊 甚至攻擊到美國的西岸 海峽一天過來 幾萬個就死掉了 所以 那這個東西 這樣掉下去的瞬間 就上面的人啊 上面的一些 國家 城市 也都毀滅了 造成一大很大的地震 那就是 當這種想像 你說 怎麼可以 地震裡有很多種可能性的 對 它那個 海峽 海峽還有地震啊 海峽還有地震啊 因為這個 地殼就是脆裂的 第一個掉下來 這一塊 掉下來 就地震了 當然就是地震了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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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到眼 剛好其實還沒看到眼 沒看到上面 好 這部位小時候很有趣啊 有東西給看一下 它是上下兩比 好 地震呢 那我們 我們在觀察地震 所以我們會做一些簡單的記錄 你認為觀察地震 我們說這個地震 怎麼的不一樣 這個地震上一個地震不一樣 結果會怎麼變這樣不一樣 我們怎麼去觀察這個地震 或怎麼去記錄它 怎麼去記錄這個地震 還記錄這個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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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壓 那這記錄它是什麼 那這記錄它是什麼 平率 簡單來講是強度吧 主要是強度 平率當然也是啦 好 所以說 你看看這個地震椅啊 剛剛這個 這裡講的地震椅 因為我的地震椅 一直比在這邊 因為我的環境在提供 所以這地震就會向來 在這紙上畫出一些 痕跡 就是要互戰的成績 好 哪邊的地震最大 哪個時間的地震最大 哪個時間的地震最大 我哪個時間的地震最大 我哪個時間的地震最大 猜一下 這是時間關心 而且說 這個時間或這個時間 或這個時間 那那個時間 那哪一個 哪一個 這一個呢 不是 那這一個 他也沒有故意 這一個 這個地震會最大 因為他的震不最大 就是他的移動上和最遠 對不對 他同個時間 他移動上和最遠 他震不最大 所以他強度比較大 好 正如說講的是 基督他的強度 還有基督什麼 剛剛陳玉說要鎮壓 什麼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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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假設我這一塊地震 我們怎麼知道正樣在哪裡 怎麼指定 看來覺得 這時候我 想要引正的結束 OK 這是一個簡單做法 我這邊側強度 我這邊側強度 這邊側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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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當那個 越寬是正樣的強度 越大 是不是這樣 好 所以他可以去分析 把每個地震的點 統計一下 去抓到地理位置上的 哪個點上 是最強的地震 那就是我們的正樣 那什麼是正圓 正樣 地理下 這個絕對不是表現上的地震 所以他地震應該在地理底下的 某個點在地震 所以要看這個正圓 他現在正圓怎麼看正 測到地震的時間 測到地震的時間 什麼時間 拖上來的時間 拖進來的時間 OK 好 所以他就反推 我這邊側到地震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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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時間去做統計 假設正圓很近 好 我們現在畫個底 畫個側面圖 好 這是地殼 假設這邊包裝地震 地震波 向四面包浮射出去 這邊還有反射波 又反射出來 好 那我這邊側到地震 是這樣的時間 我這邊側到地震是這樣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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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的 震圓 地震震度 震壓 那地震規模是什麼 地震規模是什麼 地震規模是什麼 地震規模 有沒有絕對關係 沒有 沒有絕對關係 地震 地震強度有可能 剛好你說除了位置 結構有脆弱 它導致它的影響很大 它強度很大 譬如有輪壓一陣 啪 掉下來 可是像這個地震的強度 規模並沒有很大 它可能能量很小 可是植物的位置 剛好在斷層 它掉下來 所以這邊的強度很強 你可能造成影響很大 可是對地震規模來講 並不是絕對關係 譬如說 我可能很生氣 有沒有人受傷 沒有人受傷 對不對 可是我沒有很生氣 我拿一根針這樣戳過去 成影受傷的 對不對 那這個過程 你看 我第一個規模比較大 我很生氣 在那邊拍桌子 我這個規模比較大 可是相對來講 大家所受的強度都很強 可是我第二個規模很小 我拿一個針數就刺過去 可是成影就受傷了 受很重的傷 對不對 那就是 它的強度覺得很大 可是每個地方的強度就很小 那規模是不一樣的 好 那 呃 好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會講說 規模 還是當然就假設規模非常大 就是什麼 瑞士地震儀的什麼 幾幾 它是怎麼說 瑞士地震儀 7級 7級 像最近不是 尼布爾那個地震就是 7級左右 7點多級 那就是整個規模 所以尼布爾照準大家的影響 那如果地震強度的話 我們講震度的話 就是看這邊有分類 分類就是 7級的是聚症 6級是 劣症 強症 中症 弱症 心症 微症 那無感 那這幾個不一樣的東西 好 這裡看一下 它各門這樣有分類 就是 理解一下 好 地震的 地震發誤怎麼辦 要躲起來 躲在哪裡 地底下 要躲在哪裡 地震要躲在哪裡 對 你就躲在哪裡 躲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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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能躲到天 躲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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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的建議是躲在桌子的旁邊 那邊瘋子下來就可以不用擋到直接擋 對 這其實有可能啦 但是這要記錄一下 他一直平覆之下 大部分假如這個東西擋了 我躲在這旁邊 重新不會剛好跟他切起這樣掉下來 所以重新掉下來的時候 可能會卡到桌子的時候變成一個三角形 那來的時候就打到啊 反正你至少不讓你直接壓爛啦 就會有個窩了 對 你就卡在那個三角形的地方 所以這是個說法 這個地方就不好躲嘛 這個地方千萬不要躲 這邊有一個三角形會躲在這邊 躲不住 所以你要躲在那個有肩固的東西旁邊 那如果在室內的話 最好的方式應該躲在柱子旁邊 躲在柱子旁邊 柱子旁邊是比較強烈 比如像這個地方 這個柱子跟梁柱下面就是比較好的地方 所以躲在柱子旁邊 我們會受到柱子旁邊 呃 這是最不好的方式 你不要因為地震 趕快地震我在很高大樓 我要跳出去 一定死了齁 那跳出去一定死了 因為 地震假設會有這種狀 也許地震樓會塌啊 所以跳出去通常會受你那種傷 如果樓會塌的話 你跳出去它就變成樓旁邊 倒下去都會壓到 你並不會跳非常遠 我覺得在城市裡面跑到街上 是很笨的做法 對在城市裡面 如果說房子非常多 不要跑到街上去 跑到街上去非常危險 好 那如果開車 在車子裡面怎麼辦 趕快開車 明天 斬佛啦 對就趕快靠 找個空洞地方停下來 那記得你停的地方 不要在房子很多地方 對 那如果說真的停在馬路上 當然可以考慮說 就是你停下都會不會贏到錢 如果大家一起停應該沒有關係 但如果說你在高峰上 停下也可能會有危險 好 那如果你在高峽橋上怎麼辦 開車在高峽橋上 開車在高峽橋上 在那裡 應該不會有感覺 還是會有感覺 看過第一次車子在動 在那裡 有感覺 那你在捷運裡要怎麼辦 在那邊 蹲直 你就在那邊 捷運裡啊 捷運啊 捷運應該會停車啦 他會停止 會停止 會停止嗎 會 他沒辦法停停啊 他會煞車 但是 還會讓那個停住 嘿 你還會讓他躲在櫃子 躲在櫃子 看你櫃子的強度啊 你櫃子強度如果不好 如果有金褲 你躲進進度很好 但金褲你要考慮住機密 他如果有機密 就是改變 好 那千萬不要坐電機 不要在地震中 趕快下樓 坐電機 千萬不要 好 那另外一個 天然沙賴 比較大 在全世界全看到 不要平常會看到 或是天然日本機也有 就是 還是我們常常會比較 那課本上第一個介紹是 火太爆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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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火太爆霸 什麼 能量太多 能量太多 地殼 地殼能量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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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地殼破裂 就是可能有地方 它比較脆弱一點 那脆弱你要想 這個脆弱點啊 地殼簡單來講 它是以前 可能 就是 融化的 地球以前 本球都是融融的動態的時候 對 工學你還想 融融的動態 融融的動態 你怎麼來 融融的動態 嗎 這好 有 融融融的動態 跟融融融的動態 一起按 和融融融的動態 這個動態 又來 有了 有了 又來 它融融的岩漿在慢慢凝固的时候 它不会完全很均匀地凝固 所以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凝固的时候 它起了一个裂隙 它有缝隙 这个缝隙就是我们现在讲 火山的一个 类似一个发生的痕迹 所以我假设这边有一个裂隙 这个岩漿 它串过这个地壳一直往上冲 这地方就会很形成 当它这边破裂的时候 它就形成炎量 又爆发 那爆发也不是要努力的爆发吗 爆发有几种爆发 有的只是慢慢流出来 有的只是慢慢流出来 有冰棒吗 冰棒 还没有完啊 有的只是慢慢流出来 今天有containment 它只是慢慢流出来 那为什么什么时候会爆发 什么时候会流出来 那为什么什么时候会爆发 什么时候会流出来 取决什么地方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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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地壳的厚度 地壳越厚越只是慢慢流 还是地壳越薄 比较慢慢流 越薄再慢慢流 越薄再慢慢流 厚度它会变得相放 厚度它会变得相放 什么 叶峰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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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变得相放 是慢慢流 还是突然爆发 都有啊 为什么会不一样啊 都有 为什么不一样 常常不一样 那一顺别是爆发 好 你要想 这个岩浆的形成 它并不是一瞬间形成 岩浆有存在 为什么它瞬间爆发 地震 刚 一个地震的问题 刚平原讲的东西是 可能很硬或很薄 但是很硬会爆发 还是很薄会爆发 很硬啊 很硬啊 很硬会爆发力啊 OK 呃 但事实上跟 跟它很 你刚说很厚跟很薄 很厚跟很薄 很厚跟很薄 关心大 应该跟它质地有关系 就是它融点 因为这上面的这个材料 是很软的还是很硬流软 如果是很硬的呢 它比较会爆发 他讲厚度 他讲厚度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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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球 地球嘛 對 那邊有一個床 對 它外面有一個床 有可能 外面有一個床 那假如外面又有一個比較大圓 它會碰到地板 那為什麼那一床床床 不要我只是假床 假設這邊就有這麼一床 可是這個地域已經是這樣往的拉 那假如外面有被地域已經拉斷 然後它就 剛好宣布在工作 對 這機力太小了 第一個 那殼的形成的製作方法 有可能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你這個問題是什麼 我簡單舉個例子 這是一個磁鐵 它有吸引力 NX 它是有吸引力 我如果拿一個鋼錄在這邊 它就會吸入這個 鋼錄會被視野吸入 可是我是不是可以找一個點 放在這邊 剛好它的重力 等於它的吸引力 然後它就全部在工作 都不可能 你做得到嗎 所以你剛剛的問題像是一樣 當然可以喔 做成一個殼 造出一個星球 然後因為地形的關係 四面八方吸引力 你一直想說 這殼是懸浮在我們的天空上面 可能啊 做到做不到 等等 那假如做到的話 你只要出面一碰它就可以了 欸 對 假設真的做好了 然後 你不小心撞一下 它就磨磨磨就吸過來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 它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平衡 它非常不穩定 寶寶剛好 只有再轉一轉一個 然後你看 現在事實上在 在關於這個火炭的部分 爆發的部分 在南部有個地方是冥火山 它一直在冒氣 它冒的不是岩漿 它冒出來是氣體 它冒出來氣體是一種 很像是石油氣的東西 很像是夾碗氣體 或是冰碗氣體之類的東西 它是可以燃燒的 我剛剛你看過水火通源有沒有 聽過沒有 水火 水火通源 聽過嗎 沒有 有 好像在南部有個地方 它的 它的 冥聖 就是 風景冥聖 就是人家都會去那邊看風景 它有個地方是水火通源 它有個地方就是 冒出水跟 氣 然後那個氣是可以點燃的 就有人把它點火 所以它是氣體 不斷地燃燒 斷地燃燒 燒不完 燃燒而且OK 也洗不掉 因為它的氣這麼短 什麼 OK 這是點火的 有可能 但是在非洲有同樣的地方 它也是要冒出一些果然氣體 它現在被點火 它也是點了幾十年 它現在還在燃燒 而且那個坑很大 非常非常大 坑坑坑很大 但坑坑有幾百公尺的坑坑 直徑很大 它也是類似 它不是火山 但是它原理是類似的 就是地底下的一些東西 它冒出來 那像在 在澎湖 現在目前台灣的火火山 澎湖是個火火山 然後 歸山島是個火火山 西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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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陽明山 那邊 那也是個火火山 所以台灣市場有好幾個火火山 就是說 我們講火火山就是休眠 它可能沒有噴發 但是已經 這個沒有噴發的過程 大概輪到 它有限制 幾百年 幾百年之內沒有噴發 但是 它不是休火山嗎 欸 它對它有一個定義 就是幾年之下 就是休火山 幾年之下 叫做火火山 它有一個定義 但是不代表 休火山就不會爆發 像 富士山也是個火山 就有人在講說 富士山可能 可能最近要爆發了 好 那最近比較有爆發的火山 應該是在東南亞的地方 有些火山爆發 好 那接下來 講的是 洪水 台灣很容易有洪水的問題 為什麼 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的水是 常常喊下來的 水 過了太 過了太 高山 高山 就是高山 高山水 那個水 沒有問題 加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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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嗎 你沒有了 加點 好 台灣你看 如果我沒在講話 就是高山 這是陸地 這邊是海 好 你看雨下下來 所以馬上就累積水 水就累積起來了 你這個水其實是不知道累積 你看這麼大面積 累積下來 這邊都是水 所以你下來到山腳下的水就會非常非常大 好 那 很大的水 除非你排水的系統做得非常好 大概是你排出去 我的假設這邊有人江 你事實上都會有點不外啊 對不對 那水就排不出去 水排不出去 它就會對人 對我們的市區造成影響 所以要住在山上 但是山上不好住啊 山上你要住 你的交通 就像住在阿姨山 你的交通不方便 那所以台北還是把山都套回來 台北本來事情就是一個盆地啊 它就是 以前叫台北湖 你知道嗎 台北是個淹色湖 台北它那邊是像是四面淮山 四面淮山中間是湖 那慢慢的因為水流出去了 中間沒有水 慢慢的它就乾固了 乾固之後它就變成可以開墾 就開始蓋房子 又能變成 就變... 那...那...這個怎麼不透視啊 幾百年前嘛 人幾百年前的事情 它就變成一個出世了 好 那... 洪水又怎麼避免啊 不在哪 洪水怎麼避免 我不知道的啊 猜猜看啊 這不太大,有一點點 有嗎?有一點點啊 我們有一點點 你都沒有搶啊 你要搶啊 蛤? 你沒有搶,有一點點 哇!紅水 來,紅水,紅水的形成 因為我們知道,那可能避免紅水 我知道,你說 蓋水吧 蓋水吧可以避免紅水嗎? 蓋... 水吧有可能可以避免紅水喔 前幾次,你這個魚還沒有很大 很大很大的魚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水吧反而會擋住了 它是分幹擋住 我先擋住一部分的水沒有錯 可是當水過大的時候 我還是擋不住啊,我還是要洩喔 它下面還是煙到啊 壓垮 目前應該不會壓垮 蓋子鬥就好了 蓋子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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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知道的有困難是因為我們現在事實上都在跟土地面爭地 所以像我們做這土流道之外 我們旁邊都是都市 我們旁邊都是一個市集 一個市集 很難兵 挖山洞 挖山洞 挖山洞然後咧 直接穿過去 然後通水外也 直接穿過去那個山 然後就到山了另外一步出去 啊這邊有人啊 那這邊穿著四人 現在有一個做法 是因為剛剛神有講過蓋嘴巴是一個 我們在想是該怎麼做 阻止水流下來的速度嗎 所以假如我幫我阻止水流下來的速度 是不是就有辦法讓頭水比較容易發生 你知道嗎 放沙子 放在哪裡 水到哪裡 放沙子水浪 你放沙子水浪就蓄不住了 那邊水進來 裡面的沙子水就直接丟走 所以你沒有用啊 好 開了 OK 呃 基本上這種做法是有人在這樣做 就是我們現在很多地方嘛 我們的河道已經比我們的都市高 我們幾乎的 像我們 我們現在像台北市很多地方 因為你幾乎的 而且你旁邊的河的水面 已經比旁邊的都市還高喔 那如果下雨的話 水是會往河裡跑 還是從河裡邊流到都市 流出來 流出來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做 旁邊會做一些抽水系統 要把水抽進去 把水抽進去 就是剛剛提議講 可是這都不是自然的嘛 你知道為什麼台灣最近 比較容易淹水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一個是什麼 樹被砍掉了 我們森林的樹被砍掉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森林的樹被砍掉 會造成洪水容易發生 因為它不會 因為它不會把水吸走 非常好 會吸水 沒有 它水吸不住啦 我的 我下下來的 因為其實山上的樹 就好像海鹽一樣喔 紅血 這比那隻長頂重要 下大雨的時候 山上如果沒有樹 就好像山上沒有一些可以吸水的東西 水就直接下來 山下就直接 紅水 所以山上的樹如果 足夠多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水點吸住 吸住一部分 我就不會所有的水都下去 那山上的樹吸住水之後呢 它的好處是水會慢慢再排下來 水會慢慢排下來 你可以形成地下水 這是一個好事喔 我們變成地下水的水脈 含量會大一點 可是如果沒有樹呢 樹都發光了 所以就直接停不下來 然後就 都會造成水災 好 紅水 因為我們今天要提早 下課 我們就沒有下課 我們就不要下課 因為我們11點半就要下課 要去一次半 從這半就要去那個 去 給我十秒鐘 好啦 給你兩分鐘起來 動一動好不好 對在那邊做一些超大的那個抽屈 讓他加了加 加 加